说书唱戏劝人方 三条大路走中央 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 是沧桑 几句惨词勾开 咱们继续开讲清平大小合卓之乱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精彩回目 巴德克山的韩王 塑木坦沙设计就勤货了大合卓波罗尼都 实际上啊 他就是勤货 可是对外呀 他不能这么说 只能说呀 把大合卓请进城来呀 暂时先安住在管义 实际上呢 这管义啊 跟牢笼也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说为什么得这么说呢 因为在这个巴德克山韩国呀 这意见不同意 什么不同意呢 就针对呀 大小合卓的意见不同意 这伯克们呢 是主张把这大小合卓勤货交给清军 这么一来呢 就让这巴德克山的上下民众 免了一场战乱之苦 那俨然的嘛 谁都能看得出来 这清军不逮住 这大小合卓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所以呢 在人家攻城拔寨以前呢 早早的献出大小合卓 才是你这国王 我们这些伯克应该做的 那么不同意见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啊 这些宗教领袖 城内的毛拉阿虎们 他们是坚决不同意 把圣意献给这个卡菲尔 关于这两个词啊 咱们昨天解说了 今天就不过多啰嗦了 总之是绝不同意 交出大小合卓兄弟 大汉速乐坦沙 之所以要控制住大小合卓 那就是想给自己留后 删过 无论是选择哪种方式 处理着大小合卓 这两个人也得攥在我的手里 这大汉手下人呢 软禁了大合卓 波罗尼都 以及这波罗尼都的家人和侍从 我估计啊 被软禁在这个驿馆里的 也就是二三十口人吧 可是啊 没有兵丁 咱们上文书也交代过了 这兵丁啊 大合卓 波罗尼都留在了城外 留给了小合卓 货基站 那这大汉就问了 这小合卓 货基站 为什么没一同进城啊 这些办事的从人说呀 这小合卓 对咱们的态度啊 是比较狐疑的 他不相信咱们真诚的 邀请他们兄弟二人进城 并且这小合卓 货基站表示 你呀 邀请我们进城 那也就证明 您这个苏勒坦沙大汗 已经下定了决心 和我大小合卓合作 您看 您是不是也得表示一下 您的诚意啊 这么着吧 您呢 把这个清军的使臣 萨姆坦 省捆所绑的压出城来 压到我这个山岗大营当中 交给我们来处理 我们呢 就相信了您的诚意 我 小合卓 货基站在此表示 从此以后 我还什么大汗呢 我就不是这个巴托尔汗了 我就是您 巴德克山 韩国的大汗 速乐坦沙的仆人 并且我合卓一门呢 要做您世世代代的仆人 这速乐坦沙呀 听完了手下人的汇报之后 这气啊 可就不打一处来了 手指城外山岗上啊 这小合卓的这个大营 就破口大骂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货基站 我本想是啊 把你们请进城来 咱们再从长计议 虽然咱们面临着这个清军的大兵压境 但是亲不亲呢 叫门人 更何况啊 这城内的这些毛拉呀 阿红啊 对我呀 是一通的威胁 所以呢 你们哥俩一旦进得城来呀 咱们是能不交给清军 咱们就不交给他们 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吗 咱慢慢来呀 可是说你要这样跟我耍骨头 那可别怪我这大韩不客气了 你可别忘了 这是哪 这里可是巴特山韩国的首都排族阿伯特 我呢 可就是这的大韩 说白了 这可是我们家门口啊 不给你点厉害的瞧瞧啊 你也不知道 这二嫂子呀 她是个娘们 于是这大韩速乐坦杀呀 就让那个手下主管军事的伯克 叫场之中 偷偷的调兵前将 那为什么说还得偷偷的呀 他还得呀 避着点城内的宗教人士 因为这正是敏感时期 您这叫场一点兵啊 这意图就让人猜了一个八九不离十 所以说呀 就得偷摸的来 由此可见呢 这大韩速乐坦杀 这会儿心里上啊 他还是犹豫的 可是这会儿啊 就在这大韩犹豫之时啊 有两件事算是给他吃了两颗定心丸 让他坚定了 出城去勤货 这小合着祸及瞻的决心 那是什么呢 带着三百骑兵在城外高岗之上 安营扎寨的小合着祸及站呢 这会儿他先憋不住尽了 他竟然领兵下山呢 抢劫了几个村庄 那有人说这小合着这会儿 忘死了吧 叮巴叮巴的带领了自己的残部 从南疆逃出 来头巴德克山韩国 到了人家这儿 您怎么还领兵 敢抢劫人家的村庄呢 要说这会儿的小合着呀 已然没有退路了 所以说呢 在这危机的情况下也只能是昏招频出 他是想啊 让这城里的大寒 速乐坦杀 看看自己的军事实力 实际上 您笼共加起来呀 就三百多人 有个屁军事实力呀 其次呢 他没辙了 身边呢 没有粮食了 回头啊 看看自己带着这个三百多骑兵 以及自己的家眷仆人呢 在这山岗之上 安英扎寨 以人断粮几天呢 哎 算是挨了饿了 那有人说这小合着身上 他没有银子 没有钱吗 有 有的是钱 可是排足阿伯特 这些世俗官员 大小伯客们呢 损了 严令 村庄 集市 绝不能卖给这大小合着 这些部众一粒粮食 一滴马奶子 一块羊肉 小合着货极战出逃 带来的这些金银出宝啊 现在呀 没有用 哎 这一块金子 还不如一块白薯呢 这小合着 也是逼的没办法了 才选择下山行墙 那么说 这苏勒坦沙的吃的第二例定新闻 又是什么呢 哎 林国呀 传来消息了 位于这个巴特克山 韩国北边有个布鲁特的部落国家 叫什么呀 叫塔尔巴斯 这塔尔巴斯呢 世代和这个巴特克山呢 就不对付 两方面啊 是老仇见了 怎么着 听说你这巴特克山 要把这个大小合着 抓起来交给清军 交给卡菲尔吗 我们可不能看着你们呀 坏了咱们叫门众人的规矩 于是呢 据说召集了五千精兵 兵发巴特克山 打出的旗号就是啊 要把这个大小合着 营救回他们的国家 也就是塔尔巴斯 那有人说行啊 看来这只布鲁特人 他挺仗义呀 翻山越岭的呀 前来攻城呢 就是为营救大小合着 他们哪有那么正义感爆棚啊 实际上呢 就是为了借此机会呀 来寻求点利益 达的古草啊 强劲东西 这只布鲁特的军队呀 杀没杀到巴特山呢 史料不及被宰 没有人知道 可是这消息呀 已经传到了这个大汗 速勒坦沙的耳朵里 于是这大汗下令 在投出城去抓 小合着 祸及战之前呢 先把这些 庙里的这个 阿红啊 毛拉呀 给我召集到王宫里来 我呀 要先给他们开个会 开个情况说明会 那么接到了国王的命令 这些大小的宗教领袖们 可就稀里糊里的 来到了王宫 到了王宫之后啊 这国王啊 速勒坦沙呀 可就说话了 你看你们呀 横拦树拦着 让我呀 保护大小合着 你看这大合着 波罗尼都 已然被我请进城来了 在驿馆里呀 好吃好喝好待着 不是也没交给清军吗 他可没说呀 这驿馆外的 他重兵把守 并且把驿馆大门 可就上上锁了 实际上这大合着 波罗尼都啊 虽然在里边有吃有喝 可是呢 已然被软禁了 你们瞧瞧 你们瞧瞧 这小合着 他在城外 他是人吗 他率兵啊 抢劫了咱们的村庄 杀了咱们的人 夺了咱们的牲畜 粮食 咱们去擒货他呀 可不是为了 讨好卡菲尔 讨好异教徒 讨好乾隆皇帝了 这可是我这 韩王应该责愤的事 我可要维护地方和平 我已经决定了 我呢 要亲自带兵 出城剿匪 你看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那这些宗教领袖一听啊 既然要是这样 还说什么呀 这小合着 货鸡站呢 你真沉不住气 你说你老实的 在城外山岗上 待着就完了呗 你干嘛对我们的村庄下手啊 这样啊 我们想帮你说话 也说不上了 于是就跟这大汗说 事到如今 就听您的了 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我们呀不管了 于是这宿乐坦沙大汗呢 点齐了两千精兵才要出城 去禽杀小合着货鸡站 那么现在这小合着货鸡站干嘛呢 小合着货鸡站呢 在山上大营当中啊 正吃饭呢 这小合着呀 也饿了好几天了 这会儿啊 正抱着一只羊腿啊 正啃着呢 是刚从山下抢来的 他可万万没想到啊 这抢来的东西呀 还没误热乎呢 这羊腿呀 刚刚烤熟 人家替这个农民拔粪的政府军呢 可就杀来了 大军一到攻山头啊 小合着带着自己的三百步众 是奋力抵抗 小合着手下这群人呢 也看出来了玩命吧 这就是最后的战场啊 可是这结果呢 他比写的还准 三百对两千 您说这仗打个什么劲 也没费多的劲 这宿乐沙坦 就把这小合着货机站呢 给逮着了 哎 这地儿啊 您得记住了 在哪啊 就在这个排租阿伯特的城外 阿尔魂处哈岭的 切尔纳尔河边上 有机会啊 您要是到这个阿富汗的 阿伯赫上省啊 到了他的首府 法扎巴德 一定啊 您得到城外 看看这个地儿 一带枭雄小合着货机站 就在这个地方 让人家四十长的小神 捆吧捆吧 就逮进城里去了 要说这刀枪无眼呢 是棍棒无情 哎 这小合着货机站呢 在这场大战当中啊 受了伤了 并且呀 这受伤不轻 胸 背 胯骨 中了三枪 要说起来 这些地方 那可都是要害的地方 等于是这挺大的小合着呀 捆上之后 也是被抬进城里去的 并且在这一战当中啊 还打死了那个小合着的亲信 哎 就是去城里谈判的恶斯门 手下的三百兵啊 哎 也战死的差不多了 把这个小合着货机站 押进城里之后啊 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直接啊 就把他抬到了驿馆 和大合着波罗尼都关到了一起 逮到了小合着以后啊 这大汗肃穆坦杀呀 刚要喘口气 哎 这会儿啊 怕谁来谁 谁来了呀 清军的使臣 萨姆坦 这视为萨姆坦 进得王公之后啊 是又高兴又客气 紧着呀 就给这大汗实礼 他说这个大汗大汗呢 我呀 真得谢谢您了 并且呀 代表我们的大将军 富得谢谢您 真没想到啊 您这效率如此之高 一下子就框住了 大合着波罗尼都 勤获了小合着货鸡站 您看咱们还用不用 搞个什么仪式啊 这大汗说什么仪式啊 献服的仪式啊 您既然把他们都逮住了 不得把他们哥俩交给我 让我带回到我们 清军大营当中吗 这大汗肃德沙坦说 这个呢 哎呀 您呐 先等等吧 我还明告诉您 我真要是把大小合着 交给您之后 我可就真成了 这叫门世界当中的公敌了 还别说呀 这外部势力啊 要攻打我巴德克山 就是我本国的这些宗教领袖啊 我也是惹不起 各家啊 有各家的规矩 不知道您是什么宗教信仰 反正我们这儿啊 是绝对不可能把这个圣意 也就是这个圣人的后裔 交给异教徒的 所以说呀 您别想了 您别看呢 我出城费尽巴拉的 勤获的小合着货鸡站 可不是因为啊 我要把它献给您 是他呀犯了我们巴德克韩国的法 跑到我们的村庄当中啊 烧杀抢夺 并且勾搭国外势力 要入侵我巴德克韩国 我出城秦货他呀 算是有法可依 可不是我个人不愿意 把这哥俩献给大清朝啊 教法不容 我办不到 这萨姆坦一听 我这白飞进了 我这儿啊 他可是侍卫出身 他能没有脾气吗 这下邦小国 区区的一个巴德克韩国 竟敢违背我天朝的旨意 真不拿我大皇帝的巴奇大军 放在眼里啊 我现在这手头啊 就有这二三十人的使团 在你这儿啊 也闹不出什么大动静 你等着我的 等到过两天 你萨姨我领兵再来 可就不是你 不是我了 咱们呀 城下一刀一枪的剑 要说啊 这萨姆坦 真对得起这位大汗 听完这话 扭头走了 连个白白都没输 这大汗呢 望着萨姆坦的背影啊 心里之秃秃 他知道啊 这回清军要是兵临城下 可就没有什么好聊天的了 就只有磨快了刀子呀 借招吧 花开两朵呀 是各表一支 咱们先按下这个大汗 在王宫当中拍脑袋 想主意 暂且不提 咱们单说这萨姆坦 离开了皇宫 回到了驿馆 召集了自己的使臣团 才要回营交令 那这会儿 负德的大营扎在哪了 清军的大营啊 就扎在瓦汉走廊 靠东边的一侧 这个地儿啊 已然算是巴特克山了 不过呢 既然已经派出了使团 到巴特克山韩国进行交涉 所以啊 这负德才在此 安营扎寨等待消息 要说这些日子 这负德 他不好受 他把这些消息呀 一五一十的 就奏报给了乾隆皇帝 那左等右等啊 等来乾隆皇帝 给他的旨意啊 哎 那就是一通臭骂 那骂他什么呢 埋怨他迟迟未能勤获大小合卓兄弟 并且在这件事情上啊 他说这个负德呀 优柔寡断 这会儿呢 这萨姆坦呢 可就从这巴特克山韩国的首都回来了 哎 他给负德带来的消息呀 又有新的情况 新的变化 这萨姆坦说呀 他从这个巴特克山韩国的首都 排足阿布特 光大营赶呢 没走两天 后边啊 可就有人追上来了 追上来的是什么人呢 是这个巴特克山韩国的一名伯克 追上来之后啊 就和这个士维萨姆坦呢 并配而行 跟这个士维萨姆坦说呀 大人呐您先别着急 我有新的情况跟您说 这萨姆坦呀 骑在马上轻蔑的瞧了瞧他说呀 你也别跟我说了 你赶紧回去 告诉你们的大韩呢 备战吧 我这回回去 就是领兵去 哎 再回来呀 就没有天可聊了 这大小河卓 你们勤获了 不是不给吗 不给不给吧 我就不信了 萨爷我带着兵回来 进德城去 抢得出 抢不出 这大小河卓 这追赶上来的伯克说呀 您先别着急 您听我说呀 这小河卓呀 被我们勤进城之后 关到了驿馆 可是伤太重了 没两天呢 哎 他死了 这萨姆坦一听啊 这个气就别提了 他真想啊 一口老痰就脆在他脸上 你说你们这巴特 韩国这群人 还有实话没有 我们这个使臣团啊 哎 投出发之前 你们先来了一个伯克 告诉我说呀 这河卓兄弟的几百兵 被你们堵在了山脚下 可是我们使臣团 到了这个巴特克山 韩国的首都 排阻阿伯特一看呢 根本就不是那么麻子事 这河卓兄弟 好好的在山上安营闸寨 如今呢 你又滴滴滴的跑来告诉 我说这小河卓死了 我还明告诉你 死了也得交出来 不交啊 就是刀兵相见 回到大营之后 这士维萨姆坦 就把这些情况 也连带着 禀报给了大帅傅德 这傅德呀 刚刚接到了圣旨 看完了这乾隆皇帝 在旨意上 是如何责骂他的 傅德说你呀 先回你的营中休息 我呀琢磨琢磨 看来这回 不给这个苏勒坦杀 点颜色看看啊 他是不会交出 大小合拙的 净利将军傅德 调兵遣将 才要兵发 排租 阿伯特 阿伯特 阿伯特